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为艺术家赵半迪 他是自己制作很多跟熊猫有关的艺术品 他出来说中国人应该抵制好莱坞的文化入侵 那么这两天我们老朋友 北大中文系教授最侠孔庆东老师也出来 他说他很赞赏 他说我们国家终于有人公开的站出来 以公开的方式向好莱坞宣战 不是我们挑起战争 战争早就开始了 然后他就痛骂美国好莱坞拍这个片 其实是很大的阴谋 他讲什么呢 他说本来这就是个政治问题 只是中国人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说明你傻 这问题主要在哪呢 他说美国好莱坞跟中情局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都是一种文化战的作品 关键是我们孩子又小的心灵都被打尽了 从小吃着美国各种文化快餐长大 所以一个个变得极为弱智 这个我觉得我们老朋友也太联想的厉害了吧 他具体的证据是什么呢 他说话嘛 这是他是一个视频在讲的话 你说他这番话的证据 他说他过一阵子会拿出来的 然后呢 然后他有句话 请看续集 请看续集 他有句话我觉得有意思 他说 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耻 不看美国大片 你会死吗 为什么你非要看美国大片 你还是人吗 你以前不看的时候 不是活得很好吗 为什么要看 这个问题其实我完全也可以反过来问 就是说 没错 我们不看美国大片 的确不会死 但是看了我也不会死 而且我也不是非要看不可 我看了不看了不影响我是不是人 而且我以前不看的时候 的确活得很好 但是我看了我还是活得很好 首先美国大片就是一个中国特别的叫法 没错 人家也没做过他自己是大片 对不对 这个根本是一个自己的叫法 不过呢 这事儿我跟你讲 这事儿虽然我在微博上看到 在辗转也在查回去 我们编辑正好也找了出来这个事儿的一些来龙去脉 可是我现在在微博上看到任何消息 我觉得都忍不住 这要想一想 这真的还假的 得去查证 因为现在大家把微博当成主要新闻来源 那于是一天到晚就在微博上都看新闻 可是你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讲 窦文涛休息这件事吧 你如果光看微博上的消息而没有去查证的话 你说不定你就真的觉得是这么一回事了 是不是 因为你没这个功夫去查证吧 对 查证是不容易 要下功夫 可是你说查证吗 有时候看微博啊 除了到底是微博还是微博 台湾叫微博 微博吧 一样差不多 行 你用台湾叫法 我讲香港话可以吗 美博 美博 来来来 那我觉得说在你看微博啊 除了说要看查证以外 另外也需要感受它 我觉得很多人 因为微博上面的东西啊 其实笼统有三大类嘛 一类就是基训 那基训当然要查证的 你不要真的像我们昨天说 你在上面看到说 邓文涛怀孕 你就相信 那叫你愚蠢 你出问题啊 基训 另外一个就是意见 主张 那就没什么好查证 就等于说你说这位什么孔老师 听起来蛮好笑的 这个孔夫子先生 这个孔孔 这个那个那个大意义秉然 孔一姬也是 对没错 这只是主意 他的意见而已 另外第三种就是情绪 有时候连意见都不是 因为所需的 我很闷 很生气 我很难受等等 我觉得说看微博的人 没有那么多功夫什么 这个要去查证 那个要去查证 可是必须要懂得 对 你必须要懂得 大概有基本能力去判断 这到底是基训 还是只是他个人的一个主意 然后还是一个情绪 假如你把情绪当作了基训 或者说把主意当作了基训 那就出了状况 我觉得混乱在你不会来区别 而不仅在于说你不懂得查证 所以要小心来看 微博短片快 用的是谁来理你 这么详细的分类 这个讲回来倒是面临的 出现了一个大的文化 次序上的一个颠覆 因为我们原来的资讯也好 意见也好 我们通过电台电视广播 它都有编辑 它都有一套次序 就是你心里想的叉叉叉叉 你上不去 现在这个随便一个人脑残 全上去了 非常快 这个事件是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前一阵不是也有一个清华的教授吗 转了一个人家的微博 说这个马月然 收了人家的钱 收了很多的钱 那这个问题是本来 那个写的人 这个很微不知道 但问题是你是清华教授 转的人是大牌 转到你的 那马月然就抓住这一点 你这个堂堂清华的一个教授 你在你的微博上转载了这样的一个资讯 伤害到 这个是污蔑嘛 等于是 讲了好几次 乍一看这个事情就很荒谬了 那仔细来说 可能我们最善良的角度来讲 那清华的教授不小心嘛 他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资讯来处理 只是一个好玩的事情转载一下 但是这个犯了一个大错了 大家看到 对不对 像刚才那个 京东这个 我还看了这个电影呢 不过你说联想吧 我看电影旁边就有人在说 说什么 说呢 他说这个美国人啊 你看现在把这个熊猫拍得这么牛啊 熊猫拍得这么牛 可见中国崛起啊 这也能联想 这也是个联想 到底是中国国力强大 对美国人不得不歌颂我们的 对 熊猫都得拍牛了 这样的人呢 那恰恰就是 孔庆东担心的 就他们被美国的 唐一炮弹搭中了 以为美国人讨好 这个你说的这个情况 这个联想完全可以倒过来看 这刚好跟孔庆东担心的相反 对不对 培养我们中国人的民族 济尊 觉得你看连洋鬼子 洋人都来拍我们的东西 我们大国崛起 我们美国人都拍我们 你看打来打去 最后熊猫最狠 对吧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们这种推论方式 你是怎么正反说都行 比如说像以前 我也常遇到一些年轻人 有些人问我说 你看今天我们很多的愤青 很讨厌日本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 晚上回到宿舍 回到房间里头 照样上网看这个日本3D 这个不是3D 是这个3级 成人片 你怎么看 那我像这个事 你当然说一方面看起来 很没民族志气 对不对 你还反日呢 还老看那帮日本妞 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讲 你说 我们中国这帮愤青 看的那些日本成人电影 是正版的吗 当然不是正版 那是盗版吗 那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在白天出来反日 他觉得还不够 晚上回去 继续侵犯日本人的智慧产权 对不对 这才是终极的反日 对不对 多好 这养我大汉天威的事 电子八国联军 没错 就是 所以你说这种推论方式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太大 可是我想讲 就是微博这东西 就像子冬刚才说的 是没有编辑 看起来很自由 其实也是假的 看上去好像很私人 就像你朋友 给你传个短信一样 你说什么都行 但他同时又具有公共信息 他有公共信 所以本来这个西方社会 花了数百年来区别 这个公司之间的区别 跟公司这个界限 恰恰被这个打掉 可是问题是 你千万别以为 他真是没编辑 他这个编辑不编别的 就别敏感言论 就把你给塞了 就把你给封了 是不是 枪枪三远行 网告之后见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 这个联想 那么好像子冬 对于他老友 这个孔庆东 特别感兴趣 庆东是我们同行 我也认识他 钱里勤的学生 但他这个文章的写法 我非常感兴趣 因为这是一个久尾了的 一个写法 很久 你们可能没见过 以前中国人常常要习惯 这种写法 就是说一个戏 一个电影 一部书出来了 啪出现一个批判文章 爱国主义 还是卖国主义 这个里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他不告诉你 问题在哪里 然后你慢慢的 就自己去找 慢慢的猜 有时候问题会慢慢 就是因为你下了一个帽子以后 慢慢出来的 叫海瑞罢官 一开始批判 连批判姚文元都找不到 到底要害在哪里 争来争去 他不知道 只知道最高当局 要批判海瑞罢官 但是大家就批 批个人要说 说他不是 是不是一个清官形象 讨好老百姓 等等等等 搞很多这个 后来才知道 最高的意思是 要害再罢官 原来是影射彭德怀事件 后来姚文元才把它改成 上高到这一步 这是后出来的 等于先说你是坏人 坏在哪里 你们大家这一看 智慧看出来的 这个 智慧看出来的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 最懂的意思 叫做罗织 罗织证据 这是先定性 后罗织 罗织还有两成一意 我接下来就会去找了 我会重看功夫熊猫 看看里面好莱坞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 非国主义的阴谋 我觉得到底在哪里 他还有不同的 不同层次的意义 罗织嘛 可能是写作的人 自己去找材料 先写第一集 可能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今天晚上孔教授 就写续集了 那另外呢 就其他读者看了 就帮忙罗织了 帮忙来找证据 我觉得最厉害是第三层 被批判的人 自己挖出来 自己是吗 我有问题吗 会不会是什么问题 就慢慢从自己 灵魂里面来挖出来 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自我批判到最后是最可怕 当然这个不一定有效 美国人看不懂中文 第一 第二个我管你了 看得懂我也不会管你 什么教授 我管你 说不定梦工厂的人要检讨一下 是不是犯了 Orientalism的错误 然后后来他们发现 每天给我们送咖啡 那小子 早就觉得这样子有点不对劲 原来是中情局的 而且他们呢 混进这个制片场了 美国 美国人也会想 你叫 你叫人家不要看 那你自己看了没 你那你不下来看我们 不是 但信东他是思想武装过了 他思想武装过 就经得起考验 你知道吗 就经考验战士 防具 防具肯定要检讨了 就是说到底CIA怎么样来利用他们 做了怎么样的战略阴谋 没错没错没错 不过历史上的确是有CIA利用文化 这是有的 但如果这件事我不知道 但我想说就我们现在呢 这种言论啊 这种猜想啊 这种联想啊 螺制的事 其实天天往上移一大堆 你看的时候到底怎么来处理这些事 我觉得有意思是说 你嘉惠刚刚提到一点 说以前的这种东西这种材料呢 我们就带着一个看情绪 不是看实质的资讯的角度来看就行了 对不对 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啊 传统比如说看报纸 报纸分不同的版面 其实我们虽然都在看同一份报纸 同一个时间看 但是我们看每个版的情绪态度不一样 你比方说我们看新闻版 我们态度是比较认真严肃的 看娱乐版讲那些事 坦白讲我们并不太当真 他说个什么事 哎呀那就八卦一下就算了 现在呢 在这些网站论坛或者博客 微博上面的一个趋势是 全搞混在一起 于是你不知道 我该用什么态度来看 你比如说你传一个 关于孔教授的消息 杜文涛的消息 一个政治的消息 看上去是国际政治啊 意识形态 但是也可能是一笑 对就是一笑 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 那而且我觉得微博这一方面 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点乱了 不是说他坏 而是说我还没办法适应 另一个就我还没人适应 就是刚才子东讲 这个公司的界限的被打破 你比如说我一向不用微博的嘛 我光有个假账户 偶尔上去看一看 你有微博啊 你要微博在我的微博上面 对没错 我每次想发一个消息 我就先发刘文道的照片 我弄过假微博 我上去专门看东西 我就这几天 文涛的事出来了 传出来 我上去盯一下怎么回事 发现这家伙 他一半发的照片都是我的照片 那这个照片 侵犯私隐啊 对不起 我每次拍之前都问过他的 可是我 没有吧 好几回你都没问过 在台上拍的什么的 台上谁都能拍 台上拍的不算 我私下拍我问过他 可是我很含糊地问他 我都用他听不懂的 普通话问他 我不是发交好不好 他说 我跟你讲 凤凰的这个 三人行的这个 不是也有观众 可以发东西上来吧 有一个人很仇恨你 永远在发东西 在批评你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还好不知道 有一个人 他是真爱你了 就是恨跟爱是交加的 男的还是女的 我也不知道 这反正是我看到 因为他们凤凰上来的人也不多 就有一个人 他们就只盯住 两位到一个人 任何事情都跟你批评 但我有点印象 我说我妈也爱看 就我妈也是爱回国 然后我妈呢 就还老跟我说 哎呀 这个儿子 你怎么样怎么样 惹上仇人的 我就劝我妈妈 这种微博这种东西 我们这个时代 是个情绪意见 很纷乱的时代 很浮躁 说你除非你的心很定 你心要是不定 你就赶紧别看这些东西 好不好 你就别跟着讲这些事 要不你就回去好好修心 让心定了再说 碰到刺客了 对吧 大家修心修心 修心养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们有没有试过 吃饭的时候 有些跟朋友吃饭 就吃着吃着饭 然后就看到一桌人 明明以前传统上 饭局里头 朋友见面吃饭 大家聊天吃很开心 现在很多人 个人在玩手机 所有人是低着头 然后在那边手机按按按按按按 就你觉得这些人呢 他是同时在你桌边跟你吃饭 同时又不在 这真的是很得理达了 就得理达讲的 presence and absence 是同时在场的 就他既在场又不在场 然后呢 我就觉得有时候 哎呀 这种场面 我也有时候很尴尬 你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我说了什么话 然后呢 大伙吃饭的时候 那我说的话是朋友们 大家聊天说的嘛 但是他们马上就上网 发了出去 还拍照 这个以此存证 那么结果这话呢 就变成个公开言论了 那么然后呢 这些东西就到处流 那么有时候呢 甚至有些话你没说过 被人演绎一番 比如说最近网上 也常常流传一些 关于我的 被人流传的反党言论 我怎么能反党 你说 难道我不怕下场吗 对 而且 可是问题是 这东西你 你根本没办法 就是现在这个年代 就大家 一方面公司界限打破 第二方面 什么言论流传 也没有人去认真追究 他的真假 而且别人真的 把你的言论 很准确的写出来还好 断章取义 我们前一阵子 不是去南京吗 在一个演讲的场合 有人问到 你夫妻相处之道 我要讲 我蛮后悔结婚的 惨了惨了 然后呢 这种话我绝对不敢讲 因为我有后面的事 我说后悔结婚是什么呢 因为我跟我太太感情太好了 假如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早舍 夫妻的早舍 感情会更好 更能够 相处得更深刻 后面的办法都被删掉了 结果后来呢 这微博马上写了 马家辉说非常后悔结婚 我本来还不知道 怎么我回到家 从南京回到香港 一放下行李回家 门口一堆睡波 然后老婆说跪下 怎么我老婆的脸 黑了比我们的西装还黑 你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结果几乎弄假成真 真的结婚不成 真的后悔了 我后来花了一个晚上来告诉他 你看有视频 你看看我后来 还讲了二十分钟来解释 为什么我后悔结婚 我觉得那个杀伤力 才是非常可怕 现在这个社会的文化 说的好听呢 是病治 是拼帖 说了不好听 就是可以乱解 断章取义 刘少明教授评过一个作者 说他谁谁谁啊 了不起 居然敢说什么什么 那敢说其实是批评他的 结果这句话的前半部分 就印在他的书的第四版 谁是谁了不起 没了 刘少明 这我都是我 我有时候批评过一些书 有待王子 有待王子 一些的讽刺的话 变成正面称赞 印在腰风上 这你也真没办法 反正这个年代就很乱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呢 是刚才说的这种 这种话 比如说你明明讲一大堆 他就拿你这一句 最刺激的这一句 这是过去香港 我们这些娱乐杂志 最常见的手法 那现在是怎么样呢 现在是全民狗仔队 全民娱乐话 那大家都是 就普通网民啊 那些是 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娱乐杂志编辑 要做杂志 所以要这么故意处理 他不 他就普通人 他为了要增加 他的那个微博的转发率 点击率 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剪辑 让他更刺激 你这骂我吗 我这是拍你 这是为了 你也是这样 然后呢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 而且不只是这一点 而且真的是全民狗仔队 比如说我记得 有时候坐在机场啊 在什么地方公共场合 忽然间一个人坐我旁边 这么近的距离 拿着手机 啪这么拍 然后我就想了 我往看一看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都有 我说 我就有点傻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你的漂亮就说 传给我吧 不是 然后他就说 我上微博嘛 就这么答 我说 对不起 我真的不太想 就我在外头吃着饭 或者做什么事 你坐我旁边 问都不问 就这么近距离来一张 就说 就觉得好像 你很有权力这么拍 很有权力要上微博 我觉得不太舒服 我就觉得 在中国有些特殊性 因为中国本来 这个私人跟公家的界限 本来就没有像 一些国家这么分明 所以再加上这个东西 好处也是有的啦 我们要评理心讲讲啦 这个 这个 这个iPhone啊 现在大家说 他拜物教嘛 对吧 这个苹果的嘛 我 我看他的好处是 最快的时间 消除阶级差别 他现在是真的是 你就可以看到 一个人 一个人在帮了 一个人做脚底按摩 你坐在上面的人 是用iPhone4 他下面iPhone4 对不对 这个的确是 以前想象不到的 但带出来的问题的 我想大概 最好的方法是 引出一些典型的案例 然后法院去审 电视转播 通过一些个案 使得大家普及一些 这方面的尝试 还有在学校啦 比方说中学小学 可以有网路使用教学 对 教育 教育不是技术上面 就像这个Coffee的 盗窃的这个规则 怎么样来 对 等于很多中学 已经有理财课了 叫年轻人理财 我们叫年轻人懂得 这是不文明不理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